杨姓夫妻带着女儿吃火锅 没想到下一秒意外发生 大火窜出的瞬间 妈妈迅速往外冲 爸爸不顾一切抱起三岁女儿 跳过半个人高的座位 驱隔板逃离火场 回到意外发生前几秒 瓦斯外泄的时候 隔两桌远的客人闻到异味 马上起身往外逃 旁边的杨姓一家三口 逃生路线被挡住 只见妈妈捂着鼻子往旁边躲 爸爸站起来护住女儿 还在犹豫要不要跑 大火就在这时冲出 虽然爸爸用身体护住女儿 抱起女儿第一时间往洗手间逃 但还是被烧伤 救护人员小心翼翼抱女童进医院 身穿白衣的妈妈一搏一搏走进急诊 爸爸则是双手双脚贴上白纱布 躺在担架上送进医院 三岁女儿痛得大哭 她全身20%烧烫伤 爸爸连腹部有27%烧烫伤 是七名伤者当中伤势最严重的 妈妈四肢有烧伤痕迹 一家三口全都二度烧烫伤 对于公读生意外酿灾 他们并没有苛责 我也希望她可以 我也希望她早日复原 是已经引爆了之后 然后拿着面火器 但是她没有使用 杨姓夫妻都是国小特教班的老师 他们下班带女儿吃火锅 却遇上火锦意外 父亲为了保护女儿 伤势严重 而当时隔壁桌还有三名客人 意外发生前一秒 先逃离现场 幸运的只受到轻微的 吸入性呛伤 我知道那个快爆了 所以我赶快跑 我们是坐在最里面那一桌 我们有九个人 因为逃生路线被挡住 杨姓夫妻多犹豫一秒 惨遭火吻 家属现在不想就责 只希望伤者早日康复 既有什么回中话报道 再热灰